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进行 E-Sale商务资料分析 第二天的课程 那我们当远续第一天 我们已经把一些资料去做 资料的就是说检查 检查了 发现就说 诶这里面资料 其实还蛮干净的 但事实上不是 每一个时段 每一次你拿到的资料 都很干 都很干净 所以一定要请各位记住做这件事 资料一定要做整理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拿到资料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你先花点时间 确认你的资料的正确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各位 就是一些枢纽分析的方法 可是枢纽分析 有些他是真的做不到 后来他就加强了 他的一个E-Sale的版本功能 比如说装了Pow View 其实他是为了他自己孤入 因为在 20 大概是2016年吧 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就补丁补 补进去 补到他的E-Sale 2013 可是那时候补的不是很好 可是到了2016 变得相对稳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用的是Pow View 然后同年 同年的他的Pow View 因为又推出他是免费 所以他就直接拿到世界第一 目前为止就是大数据分析里面 Table之前都是第一 接下来就是Pow View 好不好 不只是大概告诉你这个发展词 所以大数据分析应该是我们 应该要就是再继续加强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的范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要请各位先去下载 但是我昨天晚上已经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把我们第一天上课内容 就已经放到网路上面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做 例如说那个线上影片的观看 好 我给你们看一下 昨天我做的影片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到那个范例的位置 好 我现在例如说利用Microsoft Edge 我刚刚这个范例是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透过Microsoft Edge 来去开启这个网址 所以输入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 YTZ RXT 为了方便让你们看大一点 所以我把显示比例稍微放大一点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按一下 Enter键输入了网址之后 好 到昨天都还有人问我 就是说那个网址啊 无法登入 其实后来我就请他 就是传给我看他打什么网址的图片 结果我就告诉他说 他那个最后的R 还有P没有打成大写字 好 特别提醒你们一下 你看这边昨天我们上课的内容 Excel商务资料分析应用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影片连结 现在已经开始连进去了 但是仅限昨天的内容 昨天上午的内容 跟昨天下午的内容 好 例如说点了一下 当点了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一下 分析这个 必须一片 资料清理与资料分析 有印象吗 好 我们再多听几句话 好了 剩下你们就自己去听 我顺便教你们一件事情好了 大放手 如何下载影片 因为我每天几乎所有影片 都被好多人去下载 好 不差 现在我教你们 所以如何下载这部影片 顺便就教你们好了 你们下载之后回家就可以慢慢看 慢慢看 这样知道吗 好 连坐飞机都可以看 因为下载到你的自己的平板 或者是手机里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把UBE这三个字 只要是YouTube的影片 他最前面一定会有什么 www.youtube.com 一定会有YouTube这个字 对不对 请把最后面的UBE删掉 就是你游标 游标移到这个点 点这个字 对不对 YouTube.com 那个点前面 往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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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我就只删掉UBE 好 Enter 记得住吧 就跳到了这个 Yout 重点是我要告诉你 你要的是哪一种格式 MP4 对不对 一定要选对 这个只有声音 这个有影片 点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质量 当然越高越好 因为我是给你 我是放在网路上 720dpi 然后就直接点它了 可以吗 这样子就可以把影片下载下来了 等一下上课的时候 请你不要下载 要下载 请你回家再下载 好吧 因为等一下我们上课 我们会多多少用到一点网路 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下载 你回家 你自己在慢慢下载 自己慢慢去看 你要看什么影片 可以 然后记得这个储存一定要点 你看它现在就在下载了 这样大概了解 那我就交到这个地方 我就不去把它做完 因为就在考验我们这边网路频宽 你想全部大家同时都去下载 摊患 不对啊 中华电信白 在这个地方 网路一定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是要上课 不是要让你下载 你这样就有点阴夜费时了 下载 不差 今天晚上去下载可以吗 明天端午节可不可以下载 你高兴就好了 你高兴就好了 绝对都可以的 了解 好 好这边我就取消咯 就是点这个 跟音乐一样 就是点这个 就是音乐了 我现在教的是YouTube的影片如何下载 这件事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就关掉咯 好 重点是我要切门下载 昨天跟我一样的档案 我们来继续往后讲 我刻意把 呃 档案停留在就是4点半 我们等一下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 增加资料 然后整个后面图整个都画完 有印象 好 所以麻烦请点这个 2019 06 05 Excel商务资料分析应用 最右边 成品观摩 成品吗 因为我把 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 呃 做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继续来做 请等一下不要开你的档案 请不要开你的档案 请开我的这个档案 可以吗 因为我不想要去处理那种 跨档案之间的问题 因为等一下我要讲 跨资料表之间一定会产生很多问题 我们要讲完那一个部分 你不要等一下制造更多的问题出来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啊 我们我的意思说 我读书我就好好的读 你不要把第一只手机放在前面 第二只平板也放在前面 第三只那个视讯会议 可以开着准备跟公家机关去联络 这样子的话 你学的好电脑吗 学不好 不要把自己弄的乱七八糟 现在我们就专心只做一件事 就是跟我一样的档案 因为今天讲的内容 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们就是要 你觉得我们昨天有没有讲 比较困难的还是 没有吗 对不对 那你觉得以上 有没有可能就是要教你 如何做一些计算 然后去算出一些什么 获利率啊 算出一些什么 就是资料表的一些关联啊 或者是用智慧喊出来 去做一些数学的分析 然后找到一些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 就麻烦请你 就按照我的步骤 第一就先到 这个 就先到这个 我这个网站 怎么到我这个网站呢 就是网址 斜线 斜线go.gr 斜线ytz rxp 然后接下来 就麻烦请点这个 这个2019.06.05 以色谣商务资料分析应用 最右边 成品观摩 成品观摩里面有两个档案 我们要选2这个档案 这个是上午的 上午做到12点 那个时候的档案 的成品 这个是做到4点半 那个时候的成品 所以麻烦请各位点它 储存 这样是不是就有了这个档案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视窗也关掉了 关掉了 关掉 好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下载我那个成品 那我接下来我就先打开这个范例 快速点两下 这个范例在哪里 下载里面 这个范例在哪里 在下载里面 好 各位应该要知道 就是点选这个资料夹 然后点这个快速存取的下载 这边就只会有一个 叫做什么 超市范例2019-06-05-2 好 那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先不要急 不用急 因为它没有呼叫Silver Light 什么时候它会呼叫呢 当你点一下这个 这张图或这张图或这张图 反正你就点别张图就对了 好 点一下各年产品 利润分析 或者profit analytics 利润 获利分析 随便 你只要点 是用Power View做出来的图 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 然后你再去点刚刚的地理分析 它也会变正常 可以 因为 我希望你随时你都可以问 为什么 你刚开始为什么出现是那个 没有安装Silver Light的画面 对不对 那个画面你们应该有印象 好 然后你 因为我们只打开Esser 我们还没有呼叫Silver Light 什么时候会呼叫呢 当你点选其他张Power View的时候 其实 其实这就是它程式啊 没有把同步写好 我觉得这是它程式的问题 不是我们在使用上的问题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哦 先打开这个范例档案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哦 我们现在在这个定 这个各年产品利润分析 是不是没有看到2017年 那是因为我们的订单日期 没有2017年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的订单 这里面订单日期 有没有2017年资料 当然没有 有没有年的资料 也没有 记住哦 也没有年的资料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 昨天哦 当我加了五笔资料之后 那个年它会自动帮我算出来 是模型里面 它会自动帮我们算 模型哦 你记住 你喂给它只要为原始资料 什么叫原始资料 这就叫原始资料 那什么叫做模型里面的资料 比如说你是不是会衍生算那个年 对不对 那个就是模型里面的资料 你不要去管模型里面 你只要管好你的原始资料 因为我会希望原始资料变动 我后面这些统计图表全部都算完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我现在呢 我先拉到最下面 会不会到最下面 就是这个卷轴 这个卷轴拉到最下面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增加五笔资料 怎么增加五笔资料 例如说我选这五笔好了 996 9996到10000 这五笔资料 然后复制 你千万不要复制到这边 还有我看过有同学他是这样选的 不可以这样选 因为这样选 会不会选到那些白色的格子 会 所以请你们选择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 我们只能从那个 例如说这个99 第9996笔资料 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复制 贴上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贴上的时候 这个值是不是要稍微改一下 例如说把它改成 你要是不会这样做 没关系你就自己打字好不好 因为这是第一万笔资料 一万零一笔资料 一万零二笔资料 一万零二笔资料 然后请把这几个日期改掉 例如说这是2017年好了 然后这个是2017年 好2017年1月1号 2017年1月2号 2017年1月3号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是2017年5月29号 2017年5月29号 2017年1月2号 发货日一定要比订货日来都晚 不可能说发货日在订货日之前 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销售额 我们都改成1000好了 全部都改成1000 然后这个也利润都改成200好了 这是几个不一样的东西 好了 随便加五笔资料 你到时候应该会加真实的资料吧 对不对 你从资料库 你真的捞出真实的资料 就是可能把它存成你资料档 或者是CSV的 然后选到它复制贴过来 这应该没问题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点选这个 PowerPivot的全部更新了 所以点一下全部更新 就是假设我已经有真实的资料了 订单里面增加了五笔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让它点选 PowerPivot全部更新 那你现在拉到最下面来去看 有没有增加了五笔资料 就有了 那既然这边PowerPivot做完 做完要做什么事情 做完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关闭 可以吗 只要做这件事 关闭 然后你去看一下 这个PowerView这个档案 这个资料表 这边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2017年有看到吗 然后记住 我算的是不是利润 记不记得 我以下那边我算的是销售额 可是我这边呢 这边是在做什么事情 利润的分析 对吧 利润的分析 200 200 200 5个200就是1000 可以吗 所以这个1000 没有问题吗 不是5000 5000是销售额 是1000 好 没问题哦 那我想 这个表没有问题 而且它是自动产生出来的 其他表都是一样 没问题哦 好 现在叫换门 真的自己动手 去感受一下 你就会发现 哇太好了 你的工作效率 因此可以大幅提升 因为你要接下来去研究 我到底该画出什么图 让老板直接一看 就可以看得懂 这才比较重要 好 请现在各位哦 去增加五笔资料 去订单里面 最下面 去订单 最下面 增加五笔资料 然后来去看看 那个其他画好的powerview 视窗呢 能不能全部都把资料自动的更新 一定可以了 那我现在哦 要颠倒过来去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哦 我的我发现我的资料错误了 我的资料错误了 那我必须要从原始资料那边进行修改 原始资料进行修改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他给我资料就是错的 我倒要改回来了 所以他可能就说 那麻烦请你变更一下 更动一下 例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2017年这五笔资料呢 是错的 是错的 好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选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啦 这样子来去选会比较好 因为你的表格就只有 就只有这样子 你没有必要去把那个 右边那些空白格全部都选到 然后滑鼠右键 删除 表格列 可以吗 如果你删除表格来 哇那就删很多东西了 就是我现在只有删掉五笔的记录 10,0001到10,0005 这五笔资料 那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到POWER PIVOT 这边 来去做 全部更新 全部更新 刚刚应该有印象 10,0005笔 现在应该变成1万笔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拉到这个订单拉到最下面 是不是变成1万笔了 关闭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张资料表是不是恢复原状了 这个资料也恢复正常了 没有2017年的资料了 可以了解 其中我还是要特别特别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写一些韩式 我们是在POWER PIVOT管理里面写的 例如说 我们曾经在这边写过年跟月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当你原始资料 更新进来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你算完 他不帮你自动算完的话 那个图就出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 只要你放在PIVOT 里面的韩式 他全部都会帮你算出来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请你们现在 动手来去把 加进去的无笔资料删掉 你就会发现 资料又恢复原状了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未进去的资料 是假的资料 所以到时候会影响到 我们画出来图的正确性 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昨天算的这个数字是错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资料表叫做退货 这个退货里面有好多订单 对吧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笔订单如果被退货 你还可以把它的获利加进去吗 不行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订单资料表 他就只有订单的资料 可是他里面有没有退货的 任何的备注或者是注记 没有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串退货资料表 对不对 还有像例如说这里面 这里面假设我们想要去找出来 我要标示出来 不管这个地区的负责人 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是 例如说这个地区的那个总负责人 就是例如说管理者是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要把订单跟什么 这个地区销售人员资料表 把它串联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做这样子的分析 所以关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你可能会有很多张资料表 这些资料表 两张以上资料表 彼此之间是不是都应该建立好 相关的关系 这个就叫关联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如何建立关联 请问一下你觉得建立关联 是在这个RAWDATA的地方建立 还是在POWERPIVOR建立 还是在视觉化图表里面建立 POWERPIVOR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 POWERPIVOR 就是你必须要先在模型里面 建立好这些资料表的关联 所以这也是资料建模的一部分 POWERPIVOR管理 所以第一件事情点选POWERPIVOR 第二件事情点选管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麻烦请看一下 麻烦请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组资料夹 组资料夹 然后这边有一个档案 就是POWERPIVOR POWERPIVOR 我们来看一下 POWERPIVOR完整的它的功能标签 只有组资料夹设计进阶 然后呢在组资料夹里面 有一个叫做图表检示 这边它就会秀出三张资料表 这个应该不是 订单资料表 订单表格 退货表格 销售人员表格 所以呢 接下来我习惯是这样子 这个订单呢 几乎都是大家会来跟他做关联的 因为像例如说 建立好关联 你输入资料 你只要输入 例如说 男生是1 女生是2 那你只要输入1或2 是不是就很简单 可以去完成输入了 你就不用在那边打中文字了 好 请问一下 退货里面的订单ID 是不是应该要跟订单里面的订单ID 建立关联 对不对 好 请问一下 退货里面的订单ID 会不会重复出现 不会 没有人一单多退 可以吗 我买一只手机 我是会有产生一个订单 我可能退两次 我可能这一张订单退两次 不可能 对吧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这里面的订单的订单ID 订单表格里面订单ID 就有可能会产生 重复性 决定来说 这笔订单 这笔订单 他订单ID 他可能又修改内容 或者是折让 或者是因为什么什么事 又产生了 订单里面资料的一个变更 所以这个时候 这里面订单的ID 他可能会重复出现 当然也有可能只会出现一次 所以请记住一件事 当我们要建立关联的时候 当我们要建立关联的时候 有一个资料表一定要只能出现一次 就是唯一性 唯一性 那另外一个资料表可以出现一次 也可以出现很多次 好 例如说订单ID 拖曳到订单ID 你就建立好关联了 他会告诉你唯一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这边 这张资料表的一 是指唯一 然后呢 这张资料表里面 他会出现两次以上 好 接下来请问 这里面销售人员的 这个地区跟地区经理 这个地区 这里面地区 一个地区只会有一个总经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地区只会出现一次 可是这边的地区会出现好多次 你不能规定说那个订单 例如说华东地区只能有一个人来购买订单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的地区就会出现好多好多次 来我们把那个可以从一这边拖曳到多这边 也可以从多这边拖曳到一这边 反正建立关联随便你 好 地区拖曳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建立关联 那建立关联 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有人会说 老师 我刚明明是订单拖曳到订单ID 他这边怎么会退回对到细分 你想太多了 你看 我游标21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绿色的那个框框 这才算是真正有关联的两个栏位 可以吗 这就是建立关联的方式 建立好关联之后 PowerPever建立好关联之后 做什么事情 PowerPever建立好关联之后 要做什么事 就要关掉这个室窗 可以吗 记住 因为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 一开到最大话 建立好关联了 然后接下来他下一步 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了 可以吗 老师 订单不见了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视窗 尤其是很奇怪 到这边就还是会有同学问 记住 PowerPever建立好关联 要做什么事 就是关闭PowerPever 关掉 然后他就说 这个ESEL档案已经做过修改了 要不要点选确定 然后套用 刚刚PowerPever里面 模型中的修改 要 所以点选确定 当然这边没有任何变化了 我只是要特别提醒你 一件事情 PowerPever做完就要关掉 记得住那几个动作吗 第一点选PowerPever 假设你随便 你在订单也可以点PowerPever 对不对 然后第一点选PowerPever 第二点选管理 第三请点选主资料夹底下的图表检示 然后麻烦请把订单ID拖移到订单ID 地区拖移到地区 地区在这边 然后记得做完这件事就滚掉 请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建立关联 好 我们做完关联 做完关联之后 请问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资料 它还是有包含那些退货的利润 对不对 退货的利润是有被加进去的 可是我们必须要把退货整个都拿掉 退货的话 我们不可以算进去 所以怎么样想办法把退货拿掉 所以变成说这张 应该现在我讲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里面它没有退货 对不对 它没有退货的注记 可是退货里面有 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建模里面 订单表格建模的里面 我要增加一个退货的注记 有听懂吗 我们不能在原始资料里面去加 你在原始资料里面加是没有意义的 你在原始资料加的话 为什么说没有意义 因为到时候你其他档案加进来 你是不是也要在原始资料后面再补算很多东西 我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这我应该怎么解释给你听呢 反正你记住 原始资料是从我资料库下载下来的 你就不要再做任何电根 你只要复制它把它贴在适当的那个位置就好了 你所有的函数的计算都必须要放在那个模型里面 他到时候你新增进来的资料全部更新之后 他那模型会自动帮你算完 可是你的原始资料 从资料库你只是做复制贴过来 你这边你这边你必须要额外的加这些衍生栏位 这是每一次都必须要做这样的做法不好 我听懂这个意思 记住不要在原始资料里面做很多什么公式的计算 这些都不要做 好 那我现在呢 我是不是要到power pivot 关联管理 然后我要去把这一笔订单ID 订单ID在这边 这个订单ID有没有退货 这件事我是不是要把它列出来 列在最后面 我是不是要列在这个地方 同意吗 而且在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依据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要是在退货里面有出现 我这边我就要呈现 呈现什么呢 呈现一个叫做是 为什么呢 因为退货这边就是退回 他只要选 显示是的话 代表在这里这个订单是退回的 代表这一笔订单是退回的 好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滑鼠游标落在这边 我是不是每一个订单ID 我都要去判断一下 他是不是退回 好 所以如何 如果撰写一个韩式判断他是不是退回的订单 如果你也是要很会的话 你应该是想到VLOOKER 两张资料表之间透过表格查询的方式来去做 可是在DAX资料分析韩式里面没有VLOOKER 这个韩式 他有的是叫做关联 他有的是叫做关联 好我们来去看怎么做这件事呢 各位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是不是要先输入 输入一个栏位名称然后冒号 这就是栏位名称就是这个栏位名称 这个叫栏位名称没有问题 折扣 然后这个叫记录内容 这些都是记录内容 只有这个叫栏位名称 好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叫做退回 退回 好退货都可以 退 退货 冒号 可以吗 这是打栏位名称 等于什么 好 这个单字很好记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过关联 我们刚刚做过关联 对 就是拿那个关联这个单字来做 也就是read 有看到吗 我只打了RE 请你打字只要打到这边 剩下通通用选择的方式 好有没有看到 related 请问有加了d 最后一个字母是不是d related related 如果他没有加d 他的念法叫relate 可以吗 因为他加了一个d 因为他加了d 我们必须要把最后那个d把它念出来 relate 听得懂 请问一下他是不是过去式 国中教过了吗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过去式 你要用这个韩式 但是请你一定要先建立好关系 所以先建立好关系 现在才能用 所以这个叫加了一个d 可以了解 好 反正也不是你打字出来 因为 如果以前我们教法 有老师教那个打字 会不会有同学说 我为什么要用过去式 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这件事 可是我们现在是用tap键选出来 可以吗 当你打了re 是不是就把那个related 这个韩式放上去了 tap键他就在做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只有四个上下键 方向键 你可以选择 为什么只有四个 现在我是不是在订单 对不对 订单跟谁产生的关系 他就只能把那个对方 显示出来 你不能讲自己跟自己 对不对 自己跟自己我们没有关系 自己跟自己 我们刚刚没有建立这种关系 我们只有建立订单跟退货的关系 订单跟地区的关系 所以这边他就把那个订单跟别人的关系 都秀在这边了 只有四个栏位 请问你现在要选哪一个 你现在要选订单ID还是选 我没有的退回 退回 退回啊 对不对 可以了解 请你记住 不要再去像以前学比较的方式 反正你就背起来 不要用背的 要用选择的方式 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学 我觉得会 好我们选退回 退回 退回是第二个 所以方向键往下 TAB键 记得要加一个右挖符 因为方向键 方向键有一个左挖符 就一定要有一个右挖符 好所以一定这边就缺了一个右挖符 然后ENTER 他就帮你整个算完了 记住现在要做什么事 我已经有关联了 我已经有退回的助记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关闭 因为真的 我们的函事都在这边打 可是 真的会有同学 就是上到最后他昏掉了 听得懂吗 因为累了 这是好事哦 真的等下中午吃饱一点 然后回来休息一下 我是说真的 这这样才 这这样子的学习是很好的学习 因为你都在全程贯注的去听 好 来我就关掉了 那请问你 请问你 等一下我再教你 如何把那个订单里面的退回应用上去 就是我要扣掉我要筛选掉那个 那个退回助记是4的 对吧 那留下来的就都是成功交易的订单 好我要换你们操作咯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我把韩式写在白板上 你真的只要打退 退货冒号等于R1 就可以开始选了 好我刚刚呢 我只是让订单增加订单 增加了一个叫退回 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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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货在哪里 这边 退货里面是不是有分 是 或者是 空白 对吧 就是 PowerPivot管理 我们的订单 我们看到最右边 这边只有空白 这是空白 这个是4 就只有这两种 没有别种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张资料表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算 全部全部 不含那个退货的利润 所以我们就把退货呢 把退货搬到筛选里面 放开 他这里面是不是有全部 全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这数字都不会变动 全部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 有退货的 有没有退货的 全部都包含在一起 可是这边是不是有空白 这个是 当我今天把4拿掉 请问这是不是就真实的利润 可以吗 因为我已经扣掉那些退货的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人刻意在分析 哪些退货影响最多 这个是 就是有没有人他会想说 真可惜 我要是退货少一点的话 我是不是就会 就会增加一点收入 增加一点利润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他会特别观看一下 我到底哪些产品被退货 哪些类别产品被退货 哪些类别产品被退货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人他会去看一下 就是说 退货影响利润最大的是什么产品 可以吗 你就这样分析 那真实获利 真实获利 哪一个产品真实获利最多的分析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意思 请问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好利润最多 我是不是要去打广告 对不对 好 哪一个产品我 退货退最多 我是不是应该去设计变更 我是不是应该去改良 我甚至去把它变成 你去把它当做赠品赠送给别人好吗 你自己不要的东西 还当做赠品给别人 别人也不要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两边分析 都是不一样的哦 可是我现在我就要考考你了 请问一下 卖的 获利最高的产品是什么 对不对 等一下你要告诉我答案哦 卖的最好的产品 就是利润最多的产品是哪一个 还有呢 退货退最多的产品是哪一个 那不用跨年来去看 可是我刚刚又看到一件很重要事 请问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事 退货在2015跟2016多了一倍 对不对 退货这件事哦 为什么20152016 退了这么多 而且尤其2016年 因为2015年 因为2016年销售 是不是比2015年来的好 所以你觉得值不值得你来关心一下 到底是什么产品 退最多啊 你们有没有做过哪一支手机卖的最好 哪一支手机被退最多的分析 就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做出来了 可以吗 你们等一下要告诉我答案哦 有听懂题目吗 有哦 反正你就点几个点应该就知道答案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先把那个退货啊 拖曳到筛选里面 先把退货拖曳到 各年产品利润分析里面 然后麻烦请 就是 告诉我 就是卖的最好是什么产品 纸产品是什么 卖的最 获利最低的是哪一个纸产品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全部 全部是我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利润 每一年我都算出来了 对不对 可是这里面有退货的啊 有退货的 所以我是不是建立好关联 然后我就直接点这个 直接 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是退货的拿掉 现在是不是只剩空白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 这些都是真实的利润 真实利润 我们去看哪一些的产品 卖的最好 请问一下 输价是不是卖的最好 输价卖的最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卖的最不好的被退货 被退货退最多的 是不是也是输价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拿那个销售额来去做校正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你看一下哦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2015年点下去 这是被退货的嘛 我相信是看退货 退货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输价是不是19.76k 2015年被退怎么多 2015年被退了20万 然后2016年是不是下降了 可以吗 这边我们就要去追问一件事 为什么2015年输价这个 卖的这么好的产品被退货这么多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完毕之后 找到问题 找到问题 然后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可是用大数据分析很棒 就是让你先发现问题 像刚刚就有同学说资料错误 有可能哦 我被人说 不对 资料是干净的 可是事实上这边告诉我们说 2015年输价被退很多 那你看哦 再来2015年 最高的是输价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的 可是2016年最高的 不是输价了 是这个 这两个 椅子跟收纳具 那为什么椅子跟收纳具 尤其收纳具 大幅被退货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观浅的 而且收纳具 收纳具有没有印象 收纳具好像 这个好像是收纳具 是不是 这个点是不是特殊的点 特殊的点哦 2015被退这么多 而且它利润还冲到这边 2016比较没有退货 有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发现问题 你用视觉化图表来去呈现问题 然后来去提供给主管 来去让他们去呃 主管之间他们又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所以发现问题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 然后你不然只发现问题 你不然把那个不提供解决 如果你可以提供解决 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去算 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说好了 Nokia如果从民国90年 一直哄到现在 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 然后 那个股价 那个股市整个这样波动 你知道光你解决这个问题 所带来的商机是多大的 所以希望你们有 有办法来去提出问题 那提出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可以做的 但是怎么解决问题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以请你们再看一下吗 就是 来去分析这件事情 来去分析就是针对这个退货 退货 好 然后你去看2016年 你就会发现 书价没有退那么多了 倒是其他的东西退蛮多的 好 来请你们自己再动手做 然后我们要再讲 另外一个韩式了 好 我们有时候我们来去观看 例如说结婚这件事情好了 台北市的结婚对数一定永远 只要是人口数高于花莲县 这样子的话 他的结婚对数一定高于花莲市 因为台北市人口260万 那花莲市他绝对没有那么多的人口 所以当相对结婚对数是比较高 但是结婚率呢 那就未必了 结婚率我们是不是拿人口出来校正 那相对的在这个地方你看 你看我 我现在我先新增 新增一张 新增一张 资料底下的 powerview 我先新增一张 资料表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所谓的 这边我们来去看销售额好了 你看一下我们一样看那个各子类别 各子类别的销售 好 然后画出一个直条图好了 群组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那个 利润 利润 所以我们一样先勾子类别的利润 利润在这边 然后一样画出来群组直条图 单独看销售 单独看利润 其实是对于这个资料不够公正客观的看法 那我们现在就必须来去看那个获利率 我觉得会比较准 怎么讲呢 例如说你看桌子桌子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销售额很高 可是它的利润它是负的 那这边的负利率 负利率 我们要一并进去来去看 就是把桌子的销售跟桌子的利润一起来去看 然后看它到底是 画出来的情形是怎么样 来去说明 它对于公司 公司的一个成长或者是衰退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算法 所以那 获利率怎么算 获利率的公式 获利率的公式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利润 利润被销售额来除 这边因为它已经告诉我它的利润是28 然后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所谓的150 所以这个的获利率是不是等于 我大概简单算一下 就是加28除以150 然后乘以100% 这就是获利率 那每一笔是不是都要算出来 然后我们到时候再去把它全部加总起来 看一看 那各子类别产品的获利率 好 所以你要会用数学的公式来去做计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问在哪里添加获利率 PowerPiver管理 然后接下来 我讲完这一段 我们再下课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每一笔订单 是不是都应该要算出一个获利率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输入 获利率 冒号等于 好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等于什么呢 用一笔 用什么 用利润 用利润 利润在上面 用利润当做是分子 然后被谁来除 被销售额 所以输入一些线 然后一撇 被销售额 所以选销售额 开百戒 做完了 Enter 那建议 建议 这个获利率 这个获利率 要改成 百分比 所以怎么改 你有看到这个组资料夹这边 他说他自动用实境位数字 请把他点一下这个百分比 看你要不要减少小数位数 我觉得这样看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每一笔订单 他都有一个获利率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 所以PowerPuber算完了 我是不是就关掉 关掉 然后我回到 我回到刚刚我的这一张 我是不是就可以来去算 各纸产品的获利率 那 订单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订单 然后纸类别 纸类别 然后拉到获利率 他应该会出现一个计算机 获利率 这边 因为获利率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所以这边他就变成一个Sigma 好 打勾 然后请问一下 我给各位先看一下折线图好了 折线图 算了 我还是给各位看那个直条图好了 群组直条图 好 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这样子的比较 这样子的比较 你觉得这样子的比较 会不会比较工整 这边有没有看到 桌子的获利率它是很低的 如果桌子的利润 这边是负很多的 对不对 可是因为 可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用现在这种方式来去计算 是美数 美数 美数它的获利率 它是最高的 负数最多的 可以吗 可以知道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情吗 一定要用这个来去做计算 一定要用这个来去做计算 而不是用这个来去做计算 因为公司 以每一个定单来说 大概就是维持在六 也许 也许 一层到两层 一层到两层 这样子的一个平均水平 可是 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是很低低的 上面几乎都蛮低的 可是下面这边有没有看到 他居然 对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这边是全部都用加总来算的 加总这边 请问一下 获利率只会有0 就是负1到1之间 对不对 不会有超过1以外 也会有 也会有 也许有吧 这暴利 可是不可能什么负5 什么500 或者是5万% 记住 这个获利率 请用平均值 这才是对的 这样才是对的 不可以用加总 获利率 每一笔订单 你把它加总起来 记得要处于它的次数 就是平均值了 这样来去看才是正确的 好 好 请问一下 会不会打开新的一张 powerview 会 这第一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各位 画一张 获利 获利 就是 纸类别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销售额 这是这一张 然后接下来这一张呢 是纸类别跟什么 利润 然后这一张是 你就必须要去算那个获利率了 获利率的公式其实蛮简单 分子就是利润 分母就是销售额 可以 然后请你算出来 自己要想办法做出来 做到这边 然后顺便下课休息 我们到55分之前进教师再继续讲 一定要会用数学公式来做计算 我们刚刚这样做 这样算出来 你只是约略算出一个数字 而且这个数字应该是不对的 这个数字应该是不对的 我们 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去 请你们来思考一下 你看 刚有同学跟我讲 就是说 这个地方 这个12.7% 百分比用具的12.7% 这个获利率算出来了 他是怎么算的 他是不是 回到这个订单 例如我举例来说 我先按照用具来去排 按照那个 A到自己来去排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用具 对不对 就变成说 这个 加 这一格 除余 这一格 除在一个数字 可以理解吗 就是 这是 负9 除余 106 然后 接下来 这个用具是 0 加 0 除余 399 这个是 加 123 除余 588 这个是 加 192 除余 1929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把它平均起来 我刚刚的公式是不是这样算的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四个值加起来 当做是用具的总销售额 分支上面这四个值加总起来的总利润 这样算出来结果也是不一样 这样算出来结果也是不一样 举例说 你看 分子的部分是不是 sum 我就用那个 例如说利润是-9 分母 分母 分母是什么 分母是106 加399 加588 加1929 又刮糊 这个平均起来 这个平均起来的获利率 是不是大概 0.05 5% 0.05 对不对 这边算出来是不是0.10 可以了解吗 其实这个数字才是正确的 理解我现在在说什么事情 这个是错误的 可是这可能 约略可以当作是一个概略的数值 我现在教你是正确的一个计算方式 就是你要把所有用具全部加起来 可以了解 然后所有的用具的销售额全部加起来 然后所有的什么 利润 用具的所有的利润加起来 然后总利润被总销售额来除 这样才是正确的 对不对 可以哦 好了 这些我就先删掉了 这个意思有点像 例如说 这个意思 会比较 清楚一点 就是说 例如说 第一个资料 加第二个资料 加第三个资料 分支 不等于 A1分支B1 加上A2分支B2 加上A3分支B3的平均 对吧 我刚做的是这边 现在我要带你做这个 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编排一个叫做 SUM 来去加 我们要看到 那个函数 已经讲到最后面了 好 加总要这样使用 我先把这边就全部都删掉了 删除 所以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用这件事 是不是用SUM 好 我们来把那个 总销售算出来 总利润算出来 这件事情 知道 反正最后最后我要教你们 就是那个智慧函数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总销售怎么算呢 去PWPW管理 请问 这边 右边 算出来的值 是不是有一整行 可是 总销售是不是只有一个值 对不对 那你觉得要放在这一格 还是放在这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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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放在 不是那些地方 是这里 如果你只有一个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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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放在这边 同意吗 这个我们叫新增一个值 这个叫做新增一整行的值 这个叫做新增一整行的值 我现在想要判断 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请问 请问 他是一个值还是一行的值 一行的值 对吧 每个人都要判断 请问我想要算平均年龄 请问是一个值还是一行值 一个值 可以吗 可以了解 所以刚刚那边就大概可以知道 其实那种算法其实是不对的 了解 因为我们是要算各子产品的平均 获利率 可以了解 好 所以在这边做没有问题吧 一样是打开power pivot 可是在下面挑一格 可不可以挑 你这边有一个卷轴啊 可不可以挑这一格 随便你高兴就好了 我没有兴趣在这边 就是一直往下卷动 因为我会在这边慢慢的排下去 反正就是他不是算在这里面就对了 他叫做新增一个值 新增量值 新增一个数值就对了 好 这个 资料怎么打呢 我习惯 其实我是习惯点到他之后 就在这边输入字 例如说 我现在要换 算总销售 总销售 冒号 等于 可以哦 等于什么呢 请问加总应该会吗 s s u 可以哦 可以吧 j 我要加总什么 我要加总 是不是要加总那个 销售额 总销售额 应该叫销售总额吧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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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 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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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你 建议你 你要改变那个宽度 对不对 你要改变这个宽度 所以这个行ID 右边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图示 这会把它移到右边一点 你有没有看到 然后建议把这个数值改成千分位幅 这样比较好去记 然后取到整数位数 所以我们的总销售额是不是 1000 这个叫做百万千万 1600万 那总利润会不会算 总利润 是不是 总 总利润 就在下面那一格 然后这边点一下去数 冒号等于 总利润等于什么呢 一样用 SU 就是用加总 来去算 然后接下来去找利润 这个利润就在这里 好 代表建 右挖 Enter 所以这个总利润等于什么呢 200万 有看到这个数值了 所以我这里面我多了两个 两个 栏位 一个叫做什么 总销售 一个叫总利润 那我这边做完这件事就关掉 但是建议各位把easeal 点一下 easeal 该存一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总销售跟总利润 因为这回归回来要讲 加总这件事 前面打的通通都一样 只是你换这个名称 后面公式 公式 公式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还是要 因为这些都是简单的公式 因为等一下有一个更困难的公式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新增 我要去增加一个叫做 获利率 可以吗 获利率 请问获利率是一个值 还是很多个值 一个值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这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Powerkeeper 管理 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去输入 获利率 二 注意 我多取了一个名字 叫获利率 二 多取了一个 例如说二 冒号等于 可以吗 前面打的真的都一样 你不能说 没有啊 刚刚不是打那个总销售 然后打总利润 这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这都是在打 蓝位名称 所以它叫做什么 获利率二 可以 获利率二 它的公式是什么呢 它的公式是不是 总销售 总利润 总利润 除以总销售 对不对 总利润要先打 所以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放在订单里面 所以记得要一撇 一撇 有看到吗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总利润 这个 跟刚刚做法是不是一样 过利率 可是这个才是正确的 好 TAP键 除以谁 一撇 总销售 TAP键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快就打完字了 千万不要在那边打字 我不可能帮你检查打字的问题 它那个中文字 那出不来 这都是power view 这边才会有的 好 Enter 这边你算出来是总共 总共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产品 全部把它总销售额全部加走 分支 总共所有的利润把它加走 对吧 请问一下我可不可以继续讲 这边只是打那个 打出这个获利率2 我要拿获利率2去画个子产品 那就简单多了 对于大数据分析来说是很简单一件事 它会自动拆分 你可不可以算各地区的获利率可以 你可不可以算各类别的获利率可以 通通都可以 就用这个公司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我先画正确的获利率2 这个才是正确的获利率2 好 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power pivot算网就关掉 然后以下我稍微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到回到这张图 回到这张表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稍微 我就 好吧我就只能再压缩一下 所以吧 因为这不重要 这张图不重要 这张图也不重要 好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刚刚我做出来的那个获利率 获利率 把它放在这边 我下面再挤出来 真实的获利率 我们来看一下 真实的获利率 最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订单里面 类别 类别 它到时候就会自动帮我拆分 把那个总获利率 直接分配 直接拆分好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获利率2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做群组直条图 我们把它的一个标签加上去 这个才是它真实的获利率 可以吗 它会自动的拆分 把用具 用具的总销售 分支 用具的总利润 算出来它的获利率 只有0.5% 0.3% 有看到吗 它的获利率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它会自动的拆分 就是说 就是说这样子的算法是说 算出来是 总共这些的total total是多少 13%左右 但是它告诉我说 用具里面只占0.5% 然后 用品占0.3% 收纳具 而比较高一点 占2% 然后 全部全部加起来就是 13.多 就是刚刚这个数值 totalkeeper管理 这边 13.4% 有听懂吗 我只是现在把它拆分 谁的获利率是 比较高 或低 这边就会 全部都画出来 换你们自己现在动手做一下 画出这张图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是总获利吗 那我就快速点两下 把它来去做修改 这张工作表应该叫做 那个应该叫做获利 产品获利统计 好所以获利最高的 获利最高是书架 然后再来是收纳具 跟椅子 然后其中呢 你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分析 是不对的分析 你看这边 桌子它是-0.8% 美数是-0.1% 因为美数卖的很少 卖的很少 它的获利 它的获利 这个美数销售少 利润负数 负的也少 所以它在整个 就是利润的分析里面 它只占这样子 好 所以我现在我要再增加一张 新的资料表 资料 新的那个视觉化图表 所以资料 Proview 我们现在就来去看 刚刚是不是获利率 获利率 各产品的获利率 所以我重划 其类别 它的获利率 获利率2 然后接下来就画 一张 例如说这个群组直标图 好 那一定会有同学 询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包含退货 你要把退货扣掉 对不对 那在以色谷里面 我想你可能就要想办法来去扣掉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那在这个地方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地方的做法就是直接把退货 退货拖曳到这边 然后请勾空白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就是扣掉 扣掉退货的计算 可以吗 扣掉退货之后真实的 获利率 那全部全部这些全部把它加总起来 那个值 这是不是我们希望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请问如果要做计算要怎么算 图你会画 请问一下 那你这张图应该叫做什么 真实产品 好 真实 因为我这边我也不能打总是现在 好 真实的获利 获利率 真实的获利率 好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算那个真实的各地区获利率 各地区的获利率 是不是在这边 你会算吗 例如说我再新增一张 再新增一张资料底下的 POW view 真实的获利率 各地区 所以地区 地区打勾 然后获利率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例如说这个群组直条图 其实我先还原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13.4 对不对 我直接 我直接把 这个 刚刚是不是有做退货 放到这边 然后只勾空白 有没有看到 真实的获利率11.6 可以知道 就是哪一个地区 它的获利比较高或比较低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直接的快速算出来 你只要有一个公式 那是不是 你可以算 获利率超过1以上的客户别 就是总共这么多的这个获利 到底是哪几个主要客户产生出来的 是不是也可以分析 你们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大处去分析很重要的地方 你不用花很多时间来去算一大堆的公式 针对客户要算一次 针对地区要算一次 针对产品要算一次 针对类别要算一次 不用了 现在一个公式搞定 所以我现在我要考考你了 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 我们先考你那个简单一点的 叫做 类别好了 类别 因为只有三个类别 哪一个类别的获利率最高 而且是要真实的 可以吗 我觉得 请你们来动手做做看 哪一个类别真实获利率最高 因为大概你越略可以知道 有一个函式是很重要 就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Calculate 为什么呢 为什么它很重要 它又称为叫智慧函数 所以这一段我觉得一定要让你听懂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还是要先把刚刚的答案先公布一下 因为因为它这只是又在拆分成个子类别 全部加总起来 所以它这边的一个计算依据 我不太晓得为什么会有 因为就有同学 这个图是差 图的形式长的是一样的 对就是数字有差 一个这边的全部加总起来 你看 1 这我们就当做是2加4 再加6 7 8 9 可以吗 10.5 然后 10.5 11.2 反正你就全部把这些加正部加一样 你就会发现就是13.38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一次 可是同学算出来是各子类别他们的那个销售比率 然后要整个在平均之后才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好 我现在要继续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刚刚讲那个地区别 我现在呢我再增加增加一张图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是不是说产品类别吗 所以类别 然后以及 以及他的获利率2 来去做分析 这个数值一定是13.38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他的群组 直条图分析出来 发现谁的获利比较高呢 好 发现是办公用品跟技术两个都是蛮高的 但是你看销售额最高的是不是加剧 应该有印象 原来他的获利稍微低了一点 那这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张图我就先删掉 好吧 这个我们就叫做真实的 底下应该是针对分类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继续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我要去算出来这个数值 例如说好了 刚刚是不是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数值 就是用具0.4% 或者是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算出来 算出来这个中南地区这个比例是多少 因为这是他画出来的图 不代表你可以正确的取用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要切片的数据 那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这个值 这个2013年的总销售额是多少 2014年的总销售额是多少 我去算他的成长比例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智慧函数 就像我如果说想要去算出2015年真实的破利率是多少 我要去算这个数值 你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数值先算出来 然后如果你要去算2016年真实的利润 是不是要扣掉扣掉扣掉那个退货是4的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你在计算这些数值的时候呢 你如何取用这些数值 你只能靠一个方法就是自己把它算出来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算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要去算 因为这是利润 所以2016年的利润 2016年的利润 注意是2016年的利润 然后我们先算是0.68N 然后我们先算全部是0.68N 我们看看能不能算出这个数值 好 所以算法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抛PIVO管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2016年获利 总利润 好 2016年总利润怎么算 刚刚是全部的总利润你会算吗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要用的是2016年的总利润 我只算2016年 我其他年我都不算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Calculate 所以请打Ca 它就跑到第一个了 Calculate 然后请你看一下 它这边它就是一个是运算式 一个是筛选条件1 那既然有筛选条件1 会不会有筛选条件2 筛选条件3 有可能 所以这边有点点点 例如说好了 我想要算2016年的货利率 销售额 我想要算2016年的总利润 但是呢 它要扣掉 扣掉退货 可以吗 这边请问一下 这边请问一下 运算式 各位运算式是什么 2016年总利润这里面哪一个是运算式 总利润 对不对 总利润 可以吗 就是你写韩式的地方吗 你是不是有写sum 瓜符什么什么 那个就是叫运算式 喜欢你们懂不懂什么叫运算式 2加3等于5 这就叫运算式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筛选条件1 筛选条件1是什么 2016年同意吗 同意 就是我的题目里面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什么是筛选 什么是筛选条件 什么是运算 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打运算式 运算式怎么输入 sum sum 哪一个要把它加总起来 是不是订单里面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因为是算利润 所以 利润 当然去 过头了 利润 利润 对吧 这个右瓜符 这个右瓜符你有没有看到对应到这个上的左瓜符 好 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逗号 这边有一个逗号 所以记得打一个逗号 请问你接下来是不是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我条件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年要等于2016 我里面有一个年 所以我们直接来找 一片 找订单里面的年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年 特别见 请问条件是怎么设 条件就只有六种 条件式的设定方式就只有六种 第一种等于 第二种大于 还有小于 大于等于第四种 小于等于第五种 还有一种叫不等于 不等于会不会 就是小于大于就是不等于 可以吗 就这六种 好 所以请问你这边订单 因为我要的是2016年 所以订单的年 我要用什么 我要用六种里面哪一种来去描述 用哪一种来描述会比较好 等于对不对 请问我如果用大于的话 我要输入大于多少 2015 可以吗 但是你很有可能日后加进来的资料 就会产生错误 对不对 所以建议是用等于2016 那2016它是阿拉伯数字 所以你就直接打字就好了 又关乎 可以吗 然后 然后Enter 请看一下 我把这个格子拉宽一点 拉宽一点 我现在是不是算那个2016年总利润 总利润是 0.7个百万 好 我们来去关掉它 可以吗 这个数字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边 这边0.68个百万 这样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 因为这些数字对不起 你都不能取用 你什么时候才能取用 你必须要用我现在教你的这种方式 你才能取用 但是另外一套软体POWERBI它就直接汇出 你就取得这些数字了 这是另外一套软体POWERBI它很棒的地方 可是这边你就必须要自己用CALCULATE去算出来 我现在还没有算到那个扣掉退货这件事 因为我这边是不是全部 因为CALCULATE的条件可以写好多个 所以等一下我要再教你如何加退货不算这件事 可以吗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做看 就是看能不能算出来0.68个百万这个数字 这是一定要交的 因为不交 你到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会算 我们来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刚刚这个地方这个数字 全部它是0.68个百万 这已经会抓了 请问你会不会算2015年的 总利润 会 会不会做2014年总利润 会 好 可是它都没有扣掉退货 我现在要扣掉退货 所以扣掉退货 是不是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是0.58个百万 对吧 对 你不回答 我要去自问自答了 我们要准备去吃饭 这怎么样算出来0.58个百万 很简单 就是回到power pivot管理 然后刚刚这个条件是后面再继续 再打0.58个百万 什么条件呢 什么条件 退货 怎么选用一撇来选 这边我要先打一个0.58个百万 一撇去选退货 等我一下退货 这边 退货 好请问你 退货要等于什么 不是退货 退货 退货只有两种吗 空白还是4 空白吧 空白吧 退货 你算那个退货多少的利润 我们现在是算的2016年的总利润 对不对 是不是空白 你不想吃饭 我真想要吃饭 等于 空白怎么大 凉片凉片 就这样子 有听懂吗 就是你可以一直在下很多条件 我还想要找出来 例如说业务人员是小强的 或者是说地区是华东的 是不是可以一直再加条件进去 这就是他所谓的切片工具 他的数值怎么样去计算出来的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结果 是不是0.58个百万 对不对 是的 就这样来去做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 智慧函数 他可以后面加好多好多的条件 方便你来去抓出来数字 好 我们早上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无非就是希望说 在那个 韩式里面的应用 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真的很多的计算 都是来自于数学 所以你把数学这方面的一些公式先做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 一个视觉化图表 好 上午先上到这边 下午一点半见 谢谢大家 当然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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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打空白两个中文字哦 我知道 就是什么都不要打 就是两匹两匹 因为空白是自串 空白这个东西叫自串 所以前后加两匹 这个获利 这边看到是不是0.4 0.2这些 对不对 那我要告诉各位 其实我用错格子了 我用到范围里面的质量 而不是订单里面质量 你看一下 我觉得知道错在什么地方比较重要 我用到POWER PIVER管理 针对订单的部分 我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 我用的是范围的销售额 然后呢 总利润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我用的是那个正确的利润 订单的利润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不是每一个紫产品项目 它的利润 好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项目给移除掉 不过我觉得移除掉 就是怎么样去修改这件事情 我觉得先把范围给删掉 各位知不知道我们 这里面是不是有多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你要怎么把它删掉 你们知道吗 直接在这边删掉 直接在这边删掉吗 不是 因为它是建模过来的 对吧 它是建模过来的 可能当时我在选一个范围 我选了一个范围 然后我就直接点了一下 加入自 POWER PIVER的加入自资料模式 它就产生了这个范围 那个是不对的范围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我要去POWER PIVER管理 然后麻烦请把这个等于说资料表 滑鼠右键删除 确定要永久删除 从这个模型里面删除掉吗 是的 所以这边要选是 请问会不会删除掉那个一个范围 可以吧 请问这张订单 可不可以删掉 当然也可以删掉 这样了解 好 所以第一件事删掉 删掉以后 他说这个总销售错了 为什么这边他出现一个情况 告诉我错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范围这张资料表了 所以请把这个销售 总销售 这个地方删掉 所以我应该要选择订单 这边就没有范围了 订单里面的什么 销售额 销售额 这边 TAP键 右挂鼓 Enter 好 你看这算出来还是13.38 可以吗 这都没有错了 这跟刚刚算出来答案都是一样 可是 可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 我现在都是使用订单里面的数字 好了 这边我POW PIVOT做完 是不是就直接关掉 所以直接关掉 确定 你看一下 刚刚我们是不是先做那个 这边 就是真实的计算 真实的计算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 原本我是不是用一个 就是刚刚我写一个公式告诉你说 A1分之B1加上A2分之B2 本来这上面的算法是这种方式去算 然后算出来 这只是概略得到一个数字 但是这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回归到 例如说把整个 整个的分母是总销售 分取是总利润的方式 算出来就是这样子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刚刚算的 我刚刚在POW PIVOT里面算 只是总共整体对不对 全部的 全部的总销售 跟全部的总利润 他这边他会随着我勾选 我勾选的是 例如说纸类别 他就自动帮我切片 这是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看你算什么公式 等下我们还要再用自动方式来去算 可以 那你去看真实的获利 这边是不是都算一算 一定跟你们都一样 所以最 售售最好的是收纳据 收纳据 其实你去看一下这一张图 收纳据 我记得获利最高的 获利最高 马虚纳据 你看 获利最高的 就是 就是这边不是一条趋势线吗 趋势线 所有的产品 销售跟那个利润 是不是大概都会服从这条趋势线 可是只有他 他非常远离这条线 而且是往上偏离 往上偏离的意思就是利润是高的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收纳据 可以大概知道我的 我现在我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变成这样才是正确的 所以麻烦请各位呢 改什么地方 第一个请点 how giver 然后管理 请把全班都要做 请把范围删掉 删掉之后呢 删掉之后麻烦请看这个数字 看你有几个惊叹号 如果说你有一个惊叹号 那就请你先把这个惊叹号改掉 如果这也有惊叹号的话 那请你把这个部分也要改掉 可以吗 就换你们来去操作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我的资料 对